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大家好 我是武器星 現在是晚上9點53分 現在已經是 今天已經是6月3號2011年 我們今天當然是明天就是6月4號 六四天安門 今年已經是從1989年 到現在已經是22個週年過去了 我們當然是說我們覺得六四天安門 跟埃及革命成功 或者是其他中東國家這次人民革命 它基本上面還是有一點差異 他們這個比較算是 這個系列1989年系列 比較像是在USS 就是前蘇聯封結掉 民主主義國家佛新 要求民主自由 比較像是蘇聯解體之後 東歐方面的反應差不多 比較像 所以就是天安門的定位上面 我們又得到一個新的定位 就是蘇維埃政權垮掉的時候 它的部署國家的反應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曾經有長段時間是依賴 就是USSR所傳播的 卡爾瑪斯主義 當成它的意識形態的基礎 大家知道毛澤東 他們自己建立他們自己 東方式的卡爾瑪斯主黨 他們跟俄羅斯是不一樣的 跟蘇聯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封結掉的時候 就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國家主義跟民主義起來了 所以它國家 它決定要走它自己的路 避開文革的路 所以它走向一條 求經濟發展的路 政治控制的路 但它的結果是非常令人差異 它解決中國人民非常多的貧窮問題 但是現在很多人還是認為中國大陸太窮了 貧富之間差距太大 但是它還是有許多的人 可能高達一億左右的人 它日子變好過了 所以說我們最起碼 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1989年 年來 22年來 最起碼就了一億人 變成說脫離貧窮 這已經非常不容易 中國大陸雖然說貧窮人口還是很多 但我們可以看得到大陸有錢的人 漸漸多了 各大城市都有有錢的人 運氣好了 也可以到一個小戶 或者溫飽 這在中國歷史上面 的確是不容易了 但我們今天就說話說回來了 說回來就是講到我們22個週年 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六四天外門 是不是應該可以平反 我想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會越來越 領導班子會越來越遇到 許多世界人類共同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世界人類社會寫稿 不是說天定的 或者是怎麼樣 就像未來社會是不是一定可以 從以前的革命模式中 獲得通解 這是一個問題嗎 我們也像佩利安德斯 這次在新主發表他對這個 我們一般講的泛阿波國家 他們進行的一次非常連鎖性的一個民主運動 他能夠比你就是一個1848到1849 我們在卡爾瑪斯的作品中 都看過五月18 我們當時知道中國家他們人民革命 他們可能各個人民革命 或者民主革命 他們還是遇到以前的問題 殖民地主義的問題 他們要怎麼樣處理他們經濟問題 因為他們被殖民經濟久了 所以他們自己要掌控自己的經濟命運 是非常難 在中華人民共同國上面 當然有的人以前一直主張 我們之前看過很多大作家 在1989年1999年也主張說 中國人民共同國太窮了 所以不是搞民主運動 或者言論自由運動 我們想看過了22個年頭 這些人是沒有辦法 說叫學生或者是怎麼 不可以爭取言論自由 或者爭取發表自由 這是一個問題 當然有的學生認為說 大陸他們有言論自由 而且非常細 發展的比西方的言論自由要細 新聞言論自由也非常的詳細 但是就是說有的問題他們是 就是說他們不想討論 就是言論只有他們有選擇性的發展方向 這是一個問題 可是他自由主義經濟 他怎麼能夠撐呢 如果沒有自由思想 他們人民不可能說 他們能夠走向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一種生產力 那我們這句話是世界氣候巨變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世界人民共同遇到的問題 我們當然知道人民政府在這方面 進了非常大的努力 就是有的地方 沒有達到攀能減碳標準 這個地方就是停電 這大概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政府這麼嚴格要求 人民要攀能減碳 其他問題還是有 比如說你汽車是不是要徵這個攀能減碳稅 政府就不敢下決定了 怕影響生 那個經濟競爭力 他裡面人民犧牲一些 然後把經濟搞起來 這是一個問題 當然我們在六四天安門 已經二十二週年 我們當然在台灣的話 我們是看到許多人 他們從極端的反 反那個中共的情緒中 逐漸走出來變成親中共 六四天安門發生的時候 我們台灣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採取完全定義的態度 以及不管是台獨主義或國民黨右派 甚至國民黨左派 幾乎在信仰上面 全部都認為中華人民 已經判了中國民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共產黨死刑一樣的 當然我們那時候 當然有的人認為是說 還有人認為是說是學生 鬧太久的也是有 但是經過埃及革命 越漸漸的會覺得說 又沒有話這樣說 也沒有話這樣說 雖然說埃及革命 或什麼他們遇到的問題很多 但你總不能說埃及人很有錢 或開國很有錢 比北京有錢 你不能這樣說 所以中國問題還是一樣 問題很多 但我們現在當然是說 在我們當局外的 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把我們當局外人 像我們在台灣政治圈 我們是被當局外人一樣 所以我們是覺得說 我勸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式 是比較好 因為這個問題 人類問題 不是說你都想好了 就放去解決就好 沒有那麼柏拉圖式 你就看你那麼柏拉圖式 你搞這個世界氣候巨變的問題 根本束手無擇嘛 你說你有多少資源 美國政府有多少資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多少資源 搞起來不是那麼一回事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 人類社會它要有它的自由面向 它可以鼓勵孩子 或鼓勵群眾 發揮他們的力量 當然是需要科技上面知識 還有民主上面決策 他們會發揮比較好的力量 我們在說回來就是講到競爭力 又是家人們玩 當然是大家誰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底下的 北大學生可以比你 沒有那麼猛的學生運動 現在總算有這個 埃及人民 大家表現一番 知道這世界上 勇者不只是北京大學學生而已 埃及人也有很勇敢的人 跟埃及的群眾運動 非常非常勇敢 但是他們也犧牲慘重 聽說丟了五百多條命 就是家人們到底死了多少呢 大家說法莫衷於事 莫衷於事 我又想起來 李堯以前研究這種問題的時候 但大家知道說 歷史的問題不容易處理 就是說到底就是他們有多少受難者 被無辜受難的人 就是說當局他們就是非常難解釋 但有的人亂寫一通的也是有在 事故今天二十二年 你要重啟調查資料 非常非常難 非常非常難 但是我是覺得在細心的人 他們會保留一些這方面資料 這方面就是學生運動的競爭性 我們在看到這個社會變化中 我們覺得年輕人要有理想 去奮鬥比較好 人類未來 不是說我們說的就算了 過了五十歲以上 領導班子或怎麼樣 說就算了 人家他們有他們的自由性 而且可以重塑他們對於未來的思索 尤其現在來一輩的人 解決這個經濟問題環保問題 顯得非常的愚笨 日本的核能事件 地震海嘯 或是全球氣候巨變 我們顯得老一輩的人非常愚笨 又愚笨又自私自利 我們今天看到的民進 看了報紙 民進黨主席 蔡英文她認為要有經濟 要有競爭性 他們的競爭性 跟我們想競爭性 其實不是這樣一回事 他們去競爭是講國家競爭力 或地區的競爭力 我們台灣要怎麼樣 比得過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比得過日本 比得過英國 或比得過其他 大家像經濟發展的國家一樣強 我們要怎麼樣經濟 好的經濟策略讓台灣贏 像我工作的是一家銀行 他們也是遇到這一樣的問題 他們領導班只要怎麼樣使他們 用私營銀行 能夠獲得更大的利潤 獲得更大的利潤 像我們銀行也改建 修得非常好 我們今天也都非常累 加班 那很多事物性的性質 其實他們已經想到了 然後不需要說科員 就是說那個股台的 或者是會計 他們在特別處理 電腦就可以問 其實像我們大家都知道 像銀行最常見的 就是問匯率 問匯率 你們銀行匯率 美金會 新台幣多少錢 新台幣 新台幣 人民幣多少錢 或者人要買英鎊的 或者買基金的 或者這些東西 一般上門的 就是喜歡問這些 或者想存款的 提款的 或者想要貸款的 就是這些東西 像有電腦牌子 做一個基本分類 那我們就顯得 其實就輕鬆很多了 還有的事情 有的人喜歡問匯率 什麼東西 他一下子就可以引力出來了 讓他們公司 就是可以有這樣的一套服務 像我們當保全的人員 我們只需要幫一些人 他們不知道怎麼 觸摸式按摩 按鈕 觸摸式電腦 幫忙按一下就出來了 我今天看那個阿蘇斯的那個 緣姐姐 我就覺得有點好笑 在阿蘇斯 比紅地要得意多 紅地挺得意 要換華碩 我問他說工程師 你們這個是 換紙要怎麼換 他自己覺得很老大 他說你不要一個一個問我 整體跟你講 就換一下 他其實不想跟你他說那些東西 為什麼 人家找他 可以每次都賺一次那個 處理櫃 其實他的電腦 軟體系統安排好了 就可以放 只是說 紙張換取是有點小技術 他不願意講 就是台灣的就是 過度私有化的人 他們有時候他們 公有性的知識就差 就是會非常差 有的時候 會那個知識化 會到 就是大家都 認為自己很專家 專家到 令人覺得好笑的地步 就是會有些競爭 會競爭到莫名其妙 像北投這一次舉行那個文化祭 北投文化祭 非常精彩 但我們只看了二三十秒 大家流行九家菜 據說6月5號到8號 要舉行這個 九家菜在新北投 那個捷運站 那小姐真的好漂亮 他們就被一些老婆婆 騎摩托 他們坐後座也在穿和服 也穿旗袍 小姐非常漂亮 非常大方 跟大家揮手 他們在新北投站 舉行這個 北投文化祭 然後請吃那個 當然是九家菜 有的還非常便宜 像春天酒店 我們覺得他們表現得非常傑出 我們覺得他們非常有競爭性 那對於銀行 或者是其他東西 競爭的東西多 就像一個政黨競爭 或者一個地區性的經濟競爭 這種名堂多 大家有一大堆主張 台灣應該走瑞士的經濟路線 經濟路線 那些東西 因為台灣的東西 他們也有時候 喜歡弄這些經濟性的產業 他們對大東西沒有興趣 就是 我是覺得說他們在思想上面的 競爭力薄弱 每次看到我們領導班 上次在提那個競爭力的問題 我是覺得是說 累死別人 累死自己 因為國家政策方向 必須要自己去抓 經濟策略必須要經濟去考驗 失敗 都在所難免的 當一個領導者 必須要 不能夠講空話 所以像經濟競爭這種東西 非常難 要讓人民能夠得到基本的滿足 萬七八糟競爭 累死人 累死自己 累死別人 功能也不一定多好 像我看金融業也是這個樣子 金融業一下子 房地產不展 大家又乾瞪眼 金融股票又上不去 尤其是你們自己有沒有競爭能力 你們在大陸 到底你們在大陸設分行 能夠設幾個分行呢 那都是非常值得人家討論的問題 或者他們貸款有沒有方向性 我是不是要減少外氧化碳的排放量 我是不是要進行農業投資 進行立化投資 都沒有想過 有沒有太陽能投資 怎麼樣使太陽能能夠普遍化 尤其是台灣這時候開始熱的時候 都不想這些事情 那你能夠搞什麼東西出來呢 所以我是看到金融業的時候 我就想到 不然是你第一銀行 第一地賺個百分之一百多 或者是誰啊 富邦有吹牛 賺百分之四十 我看你這些銀行 就像是直接在台灣混混而已 你在大陸上面 你也沒有方向性 你怎麼能夠得到別人的支持跟贊助呢 所以這個是競爭力的問題 但民黨我看也是這麼回事 民黨會小馬哥說搞平負不均 幹嘛搞平負不均 能夠怎麼樣搞呢 弄一個奢侈稅 大家都跑光光了 我們大家都覺得說 小馬哥摘心人口 摘心人口 讓大家都交易完了 現在實在滿弄豪宅問題 沒有錢賺了嘛 然後想弄什麼東西呢 ECFA的東西 該吃的吃的差不多了 還有什麼東西要吃的嘛 它沒什麼方向性啊 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自由主義啊 好處啊 就是他們競爭爛賣嘛 隨便亂搞一通嘛 壞處是有傳大禍 大家一起倒霉 這最有名的就是赤黃貸 美國赤黃貸 所以我是覺得競爭性的東西 不予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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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社會競爭性 其實有時候是 浪費自己 浪費別人的時間而已嘛 我們搞出來什麼東西呢 好 我是五季星 我覺得很高興 爸爸也出院了 今天早上爸爸出院了 明天我要回新北市 新建區 老人院去看我爸爸 去看看媽媽 所以也是一天跑嘛 我們今天在六四 前面說一說這些話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六四的學生 他們能夠再帶 比較有理想性一點 也就是這個世界這個環保問題 還有這個自由嘛 個體自由 連接自由 我們也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當權派 他們能夠了解到這方面的重要性 你去上了一個年齡後 這年輕人要鼓勵他們 要鼓勵他們能夠 往有成就 成果方向去走 這樣才好 我說耗掉也是耗掉 你說你現在搞你這身的那個 物價控制能夠搞多久呢 像你宏觀調控 你對這次漢災 你就一直漢的不得了嘛 這是這個問題啦 我是吴基辛 從台灣 台北市北投區發出的報導 謝謝